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耶斯哥 有问题就找耶斯哥 今天呢 我们一起来聊一下这个中共与世界为敌 为什么要聊这个呢 因为我觉得啊 这个中共跟世界为敌 对大家的这个移民啊 影响很大啊 这可能这个就意味着呀 以后大家想移民会越来越困难 你为什么呢 就是有点像这个对等关系一样 如果说啊 很多可以很多朋友说 可能啊这个文明世界的这个政府啊 他应该会区别中共和中国老百姓 对吧 区别是区别啊 但是呢 中共这个跟世界为敌的话 那别的国家 他有可能会用这个对等关系啊 他也他也不可能说 就是我每一个都做审核审查 对吧 最终还是会影响到 大家这个移民 所以我们还是得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啊 就是让大家提前做准备啊 当然这个也跟中共的这种老残宣传是有关系的 但是这种宣传的也是有一些背景在里面啊 这个大家都知道 啊 自从美国啊 这个向全世界宣布说这个中共的这种渗透越来越严重了 让全世界所有这个文明国家都要注意啊 包括这个对啊 华为这些中共的这种间谍企业的这种打压啊 还有制裁啊 这些手段对吧 用起来 然后呢中共搞得很不爽啊 对吧 他这个本来是要悄悄渗透的 结果呢 这个被美国发现了啊 所以呢 他现在恨上了这个西方的国家 然后呢进行老残的宣传 对吧 当然这个这个也跟这个种加速是有关系的啊 因为以前的这个这个这个啊 胡锦涛啊 还有江泽民啊 他们就是闷声发大财啊 这个策略 而到了这个习包子这个这个这个时代呢 就开始这个不再韬光养晦了啊 就是全面出击啊 所以他号称是总加速师 名不出传了 那么现在呢 他现在跟这个西方关系的搞得很糟糕呢 啊 现在的这个他还进一步的搞老残宣传啊 我觉得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出这些招啊 这个简直是昏招白出啊 那我们来看看啊 他就最新的一个呢就是赵立坚 他发的一个推特还是什么啊 是推特对 他说啊 那个 shocked by murder of afghan siflin prisoner by australian soldiers with strong condemned such act call for holding them accountable 然后呢贴了附了一个图片啊 附的图片的就是 澳大利亚的一个士兵 好像是把刀子在割一个一个小孩还是什么 不知道 看看起来好像是 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因为这个图片他不是一个真的图片啊 这个图片只是一个 啊 这个图片是一个好像是计算机搞出来的一个图片啊 那么他居然搞成这个样子啊 就是 把这个写新的图片放上去啊 而且还是一个假的图片啊 这个 无名化澳大利亚 当然澳大利亚的也非常的不满意啊 然后澳大利亚的总理呢 呃 这个这个强烈抗议啊 这个赵立坚的这样的一个言行啊 当然可能很多朋友说哎呀 澳大利亚也开始搞这个抗议了 这不是跟中共以前也是搞一些抗议 因为这个这个这个不一样 这个就是你是无名化 我们我们必须的这个抗议 而且他是总理发声来抗议啊 这个实际上是可以说是 非常的这个愤怒的一个表现啊 当然这个也跟最近的这个中澳关系也有关系啊 好像是说这个 因为澳洲呢 对这个中共的渗透呢 这个反击力度也非常的大啊 所以呢 中共呢 现在对澳大利亚进行各种各样的经济制裁 除此之外呢 赵立坚还发表这种东西啊 对吧 就是进行污名化 所以呢这个澳大利亚总理抗议啊 哎 结果呢这个中共的外交部呢 这个在澳大利亚总理抗议之后呢 他不搭理呀 他还说我我们就是要这样做啊 或者什么样的啊 可能你看中共的这个底气越来越厚了啊 越来越厚了 我也不知道他们哪来这么大底气啊 当然澳大利亚的也不是好欺负的呀 你看澳大利亚 他现在也挂出了一个 当然他不是澳大利亚的官方的呀 他是一个报纸啊 这个当地的一个主流的报纸 叫derly telegram 这个报纸呢 他挂出来的图片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就是这个坦克人 对吧 坦克人呢 这个就是1989年6月4号 也就是中共的在天安门大屠杀这个事件啊 我我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知道啊 如果说年轻的朋友不知道啊 自己搜一下这个六四事件 那么中共在天安门啊 据传的投杀了至少几千上万人 而且呢 屠杀的都是抗议学生 我们来看看啊 他这个报纸 他贴的这个图片上的文字啊 就是把赵立坚的那个那个句子完全copy过来了 我们来看看啊 shocked by the murder of chinese sifling students by chinese soldiers with strongly condemn such act call for holding them accountable ps 还付诸一下 this photo is real this photo is real 因为前面的那个赵立坚 在推特上的一个照片呢是假的 而我们贴出来的这个是真的啊 这个照片一贴出来 我觉得呀 这个基本上就是说揭露中共的恶行 我觉得而且这个这个做事啊 真的是非常好 对吧 其实哪个才是这个世界上的流氓啊 就是中共啊 对不对 他们做的这个恶行实在是太多了 我坚决支持这个报纸天天去报道啊 中共的恶行 每天报一个对吧 每天贴一个不同的图片 每天不会重样 你可以想见中共的这个恶行太多太多了 365天每天都可以报新的 对吧 而且你这个报完了旧的新的还继续来 有对吧 因为中共每天都会做各种各样的恶行 实在做恶实在太多了 我觉得这个这个方式真的非常好 就是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中共到底是什么样的祸色 对吧 但是我今天不讨论这个问题了 我们讨论的是这个 中共跟世界为敌 给大家带来的很大的影响啊 对吧 因为他的这种老残的措施啊 会导致大家移民会更为困难 因为澳大利亚应该说是很多朋友向往的一个地方 我们经常说什么五眼联盟 对吧 美国呀 加拿大 澳大利亚呀 新西兰的 英国呀 对吧 这几个国家是大家移民的这个主流地方 当然欧洲呢 很多朋友也想去对吧 欧洲还算可以吧 还算可以 所以这个就会导致大家这个移民更为困难 尤其是去这个五眼联盟的国家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这个简直就是 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解释中共的这种言 也这种这种行为呀 但是中共估计他是乐子不比对吧 他可能就是希望通过这种手段呢 给大家建一道墙 就是防止大家出去 反正呢 在海外呢 对他把关系都搞得很糟了 大家都出不去了 对吧 那就安心的都在国内当奴隶 我不知道中共是打这个算盘 当然了也不是说所有的国家 都不欢迎中国啊 这个这个刚才我们说欧 欧洲影响可能比较小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默克尔啊 他就他就他就鸡贼的很 你看啊 他说challenge with china is finding right balance between values and the interest 什么意思啊 就是相当于说 我们这个价值观虽然跟中国不一样啊 有冲突啊 但是呢 我们还是有很多利益 对吧 就是要寻找一个平衡点 那什么意思吧 就是 就是还是为了这个利益 还是得妥协 对吧 所以我刚才说啊 欧盟还是可以处的啊 这个这个这个有这个默克尔这种 这种垃圾的这个据说他以前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啊 啊 青年的时候 这种垃圾当当领导啊 这个会继续跟中共进行勾兑啊 对吧 那最后呢 这个欧洲估计也会这个这个严谨定化 这个就很麻烦了 对吧 但是呢 这个 虽然说他要严谨定化 但是我觉得怎么说 还是比中共大陆还是要强一点吧 还是要强一点 所以呢 呃 大家如果趁着这个默克尔还在啊 也可以往欧洲去考虑啊 我也觉得 这个也算是一个一个方案吧 好 今天话题讲在这 现在的收看 再见